你之前是 如果他曉得自己沒有做錯 好運動喔 我就真的受害了 那是什麼 那是可憐 但是曉得自己有錯 為了未來 騙自己 我的未來就是這一關 我這一關輸了 政治就不用混了 這種人是可恨 中美台這三角關係 其實是一個大關係 跟一個小關係的重疊 一個小的如果是中台 之間為了統獨問題的摩擦 跟美國跟中國長遠的競爭 這兩個有時候重疊 有時候分離 這一次俄羅西蘭 其實是台美之間 台中 中台之間的關係 但是中台之間 摩擦過度的話 那美國日本就有進來了 所以小對抗變成大外抗肥進來了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我們是棋子啊 PAWN啊 乖地的來當地啊 我不同意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一個很重要 很敏感 鬥一個寶 勞強強 歐美是紫留民族的包咧 那大老那這一題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 就是這樣 但是 over以後 此後的情況 跟以前的情況會有不同呢 我剛才已經講了 講戶話了 融稀話 縮小話 所以大家的空間都比較小 就要檢視各方領導人的智慧了 蔡總統又下令要挺民治監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總統已經上任六年多了嘛 這是第一次充分展現 蔡總統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如果不知道 相信他是清白的 那我們大家一路要挺到底 所以他覺得林志堅沒有錯 他下這個命令也沒有錯 那總統你是昏君 但是如果你心裡頭知道 他是不對的 但是為了黨的勝利 所以我現在下達命令 大家一路挺他 植物為馬是我的命令 那他是暴君的 他就跟那個姓趙的差不多 不是趙少康 趙高啊 我認為現在民進黨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論文有沒有錯假 跟憑我的能力去做好 五星級的市長 是可以切割 這是錯的 因為很多人講說 做市長是能力 論文抄寫 你覺得是錯的喔 論文抄寫是人品 好像人品跟能力是可以切割 這個人品的問題不重要 有能力做好市長就可以了 這是錯誤的觀念